李月转的大幕已经拉开 也开启了将近三个月的全民收视狂潮 其实在东方卫视平台播出的国产大剧 可谓是播一步火一步 早前的甄嬛转就在红遍了大江南北之后 相继风靡了香港台湾地区 让两岸三地的观众朋友都是欲罢不能 这不刚刚播完余温游载的狼牙榜 也是复刻了甄嬛转的走红路线 如今在台湾地区也是呈现了龙卷风般的 催枯拉朽的影响力 康熙要散活的消息公布以来 小S进来的工作节奏有所放缓 难得的闲暇时光要是有不好 聚气不是妙哉妙哉 说来也巧 近期好评如潮的良心巨狼牙榜登陆台湾地区 小S看后更是连屁股都不愿意从下方上挪开 11月28日小S发出微博大赞狼牙榜 一张狼牙妆容也是微妙微笑 与此同时不少网友也是为霸瓶组合操碎了心 历见三大男神能参与康熙来了的录制 不仅仅是小S 台湾地区媒体更是将狼牙榜分析得极为细致 就连宫廷礼仪都让历史老师现身说法 狼牙榜的礼仪它主要是来自汉代 那如果说是男生大开大合会比较隆重一点 他会这样子来拜下去 那如果是女生的话要求没有那么多 就是有时候就是这样 与此同时媒体更是将狼牙榜比作男版甄嬛传 巧得是想当初甄嬛传可也是在台湾地区 彻彻底底地火过一把 小情那么些天还不够吗 本宫瞧到虎没见要饭了 2012年一部甄嬛传 从年头火到年尾 从祖国大陆火到台湾地区 更是将甄嬛体带到了宝岛 太不好意思了 一来台湾大家伙就知道我是个吃货 那本宫就笑大了 首先本宫并非爱你而喝 本宫喝的是宫廷醉夜酒 于是乎台湾地区不少明星都为之疯狂着迷 小S等人也是中度颇深 这位小主我觉得你的问题好难回答 让那个且带本宫思想思想再回答你 我今天特别期待的那个柳公公 老公公今天难得穿女装 应该心情痛快的心痛吧 说到爆红宝岛的祖国大陆电视剧 有一部就不得不说 那就是早于甄嬛传之前的穿越剧《步步惊心》 而无法自拔的依旧是小S 要知道当年《步步惊心》热播时 乌齐龙和刘诗诗还没有走到一起 而小S对四爷的爱慕之情却是人尽皆知 不管怎样 都是你的四爷 告白还没完 之后吴启龙更是参与康熙来了录制 见到男神的小S激动不已 差点落泪 像当年少男少女们猛追台湾地区偶像剧 而近几年情况却反了过来 不管是步步惊心甄嬛传 还是狼牙榜在宝岛的爆红 都说明电视剧领域的格局 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新闻再线 编辑报道 有点财猛的故事